第三千零七十五章后土无神 无论素娘如何召唤 柳无邪无动于衷 迈着僵硬的步伐 一步步走向山洞深处 围在山洞外面的蝎王兽 还有黑暗鬼师并未离开 而是聚在一起 对着洞口不断怒吼 也不知道走了多久 柳无邪依旧没有意识 身体如同行尸走肉 穿过宽阔的山洞后 竟然来到一座巨大的洞穴之中 这洞穴里面 竟然趴着一头浑身长满新红色斑点的怪蛇 更不可思议的是 这头怪蛇的身体 被一根特殊锁链控制 无法离开此地 小哥哥 快过来啊 声音居然是从怪蛇的口中发出 急剧妖娆 充满着诱惑之力 纵然是意识清醒 也很难抵挡住怪蛇 那是人心骨的魅惑声 怪蛇扭动着身体 朝柳无邪游过来 尾巴缠绕在柳无邪的双腿上 柔软的脑袋 竟然在柳无邪胸头蹭了蹭 柳无邪双目茫然 任由怪蛇贴着自己 宋阳正在全力召唤天道神书 尽快唤醒主人的意识 眼前这头怪蛇 极其恐怖 修为更是深不可测 难怪外面那些些王兽不敢冲入此地 柳无邪意识沉沉浮浮 似乎被某种红色雾气给缠住了 无法脱困 仔细看去 这怪蛇的脑袋长相跟人类极为相似 人面蛇身 柳无邪如果一时清醒 一定认识眼前这尊怪物 怪蛇的脑袋 一点点靠近柳无邪的脸颊 吐出自己的舌头 舔着柳无邪的面孔 天道神书没有任何动静 粉红色的雾气 被柳无邪并未构成实质性的威胁 只是将它迷惑了而已 怪蛇如果要杀死柳无邪 早就是一具尸体 小哥哥 能帮我解开身上的锁链吗 怪蛇舔了柳无邪几口后 让柳无邪帮他解开身上的锁链 这样他就安全了 柳无邪情不自禁朝锁链抓过去 挣脱了几下 竟然无法打开 锁链乃特殊材料所致 别说链神镜 纵然是准神前来 也休想撼动分毫 就在柳无邪触碰锁链的那一刻 太荒世界中的污界突然移动 沉寂很久的污界种子猛烈跳动 大量的污气涌入柳无邪的魂海 包裹住原神的红色污气 瞬间散开 随即一股骇然的污神法则 形成滚滚之力 吓得怪蛇朝后退去 粉红色的污气散去 柳无邪的意识终于回归 当目光看向四周的那一刻 瞬间祭出裁绝剑 跟怪蛇对峙起来 此刻的怪蛇 眼眸中充满着不敢置信之色 你 你身上怎么会有污界种子 怪蛇收起脸上的妖媚之色 而是一脸震惊的潮流无邪问道 不只是污界有种子 鬼界 佛界 妖界 独界等等 都已经诞生了种子 一个世界的诞生 并非凭空出现 而是由世界种子慢慢孕育而成 太荒世界经过这么多年繁衍 那些小世界 从最初世界的模样 逐渐成形 里面已经诞生了世界种子 你是谁 你对我做了什么 柳无邪摸了摸脸颊 感觉黏糊糊的 像是被什么东西舔过了 素娘赶紧将刚才的一幕如实道出 听到自己被一头怪蛇舔了面孔 让她一阵恶寒 唯一让她奇怪的是 这头怪蛇实力强悍 为何不直接杀了她 你到底是谁 体内怎么会有误解种子 怪蛇脸上布满杀意 冰冷地朝柳无邪问道 柳无邪步步后退 朝山洞外面退走 以免被怪蛇杀死 咻 怪蛇尾部一个横扫 封住了柳无邪的退路 出口被堵住了 洞穴面积有限 怪蛇实力又极为强大 柳无邪根本无法逃走 你事后土无神 柳无邪从怪蛇体内 感受到巫族的力量 加上怪蛇的模样 正好对应后土无神 你竟然知道我的存在 是他让你来的吗 后土无神身体一个扭曲 很便扭地躺在地面上 锁链大大限制他的活动 他又是谁 柳无邪一头雾水 自己是被老怪头丢进来的 自始至终不知道 蝎王谷里面 还关押着巫神后土 后土岂能看不出来 柳无邪并不知情 估计是误闯蝎王谷 你怎么知道我是乌神后土 后土乌神对柳无邪 没有太强的敌意 而是朝柳无邪问道 实不相瞒 我不仅知道十二大乌神 必将乌神 共公乌神还是我的朋友 天吴 奢比诗 入收三位乌神 早已被他吸收恋化 所以就没有提及 他们现在何处 后土乌神听到老朋友 连忙朝柳无邪问道 仙界柳无邪没有隐瞒 如实说道 听到他们在仙界 后土乌神脸上流露出一丝失望之色 当年他前往天域 以为前途一片光明 结果遭到了囚禁 这一囚禁就是无数年 前辈 是谁将你关押在这里 柳无邪好奇地朝后土乌神问道 他跟乌族 亦敌亦友 并非所有乌神都是坏人 也并非所有乌神都是好人 十二大乌神 许多老死不相往来 甚至彼此间恩怨已久 一直想要灭掉对方 范海 后土乌神冰冷地说出两个字 柳无邪皱了皱眉 记忆中从未听过这的名字 难道是天神殿的某位强者 前辈为何被困此处 是犯了什么大错吗 如果是因为仇怨 叫范海的人 完全可以杀了后土乌神 为何有将其囚禁在此 此事以后再说 你先想办法解开我身上的锁链 只要你救了我 我会送你一场大机缘 后土乌神没有直接说出被囚禁的原因 而是让柳无邪帮他解开锁链 前辈不说 我是不会解开的 如果前辈是犯了大错 我放了你 岂不是助纣为虐 柳无邪摇了摇头 十二大乌神 虽然抵将跟贡公跟他是朋友 一切都建立在利益之上 没有利益 必将跟贡公 怎么可能帮他 甚至会想办法将自己囚禁起来 每天帮助他们分解污器 只是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 让双方友谊更进一步 那我就杀了你 后土乌神无比恼怒 张开大口 朝柳无邪脖子咬下去 这要是咬钟 柳无邪必死无疑 打 柳无邪没有任何迟疑 寄出打神鞭狠狠地挥舞出去 啪 打神鞭接接是实地落在后土乌神的身体上 抽得后土乌神浑身抽搐 眼貌惊心 你 你竟然拥有打神鞭 后土乌神有些慌了 打神鞭乃太古之物 早已绝迹 纵然是能找到打神鞭的种子 也很难孕育出来了 柳无邪面色一喜 没想到后土乌神惧怕打神鞭 不只是后土乌神惧怕 是所有原神类的生物 都惧怕打神鞭 没有锁链控制 后土乌神自然不惧打神鞭 身上的锁链 让他行动大为不便 后土乌神不敢轻举妄动了 杀了柳无邪 不是他的本意 他的本意是借助柳无邪的手 放他出去 他被关押在这里无数年了 早已受够了这暗无天日的日子 好不容易盼到一个人类 只想早点重见天日 蝎王谷神秘无比 天神殿弟子根本不会前来 就算有修士进入蝎王谷 也早已死于蝎王兽之口 加上这座洞口极其隐秘 柳无邪要不是被黑暗鬼师追杀 也不会闯入此地 小王二 说吧 要如何才肯放我了 后土乌神语气中带着一丝央求 希望柳无邪看在他被困多年的份上 赶紧放了他 告诉我 范海为何要将你囚禁在这里 是不是你犯了滔天大错 如果后土乌神滥杀无辜 放他出来 岂不是放虎归山 我偷了神土之星 后土乌神恶狠狠地说道 柳无邪心神一领 虽然他不知道神土之星是什么 但可以肯定 这神土之星 一定是一门极其厉害的宝物 那也不对 范海既然将你抓到了 杀了你便是 为何只是将你囚禁 柳无邪还是一头雾水 认为后土乌神 还有很多东西隐瞒着自己 神土之星被我藏起来了 就算他杀了我 只要巫族不灭 我一样能转世重生 所以范海将我囚禁再次 希望有朝一日 让我说出神土之星的下落 既然说出来了 那就一并说出 那你将神土之星交出去便是 这样你就获得自由了 柳无邪还是不解 继续朝后土乌神问道 你可知道神土之星的来历 后土乌神翻了翻白眼 一副看白痴的样子 不知 柳无邪还真不知道 神土之星到底是何物 那可是真神心脏 拥有无上微能 如能吞服 便能晋集真神 后土乌神一脸向往之色 真神 柳无邪一脸蒙 虽然他知道 神君之上还有境界 却不知道这些境界是什么 要比下三玉神君强大很多倍 反正很强就是了 当年神土之星出土 下三玉可是掀起了一阵 心风血雨 无数人疯抢 结果被范海得到 况且我真的交出神土之星 反而死得更快 范海拿到神土之星后 必然杀我灭口 后土乌神不愿意跟柳无邪 啰嗦下去 他不过小小练神境而已 跟他说这么多也不懂 柳无邪暗自点头 后土乌神说的没错 交出神土之星 反而死得更快 只要一日不交出神土之星 范海就不会杀他 第三千零七十六章决绝 只要一日不交出神土之星 范海就不会杀他 你被关押这里多少年了 柳无邪再次问道 这么久过去 就算他将神土之星藏起来 估计也被人找到了吧 三万年了 后土乌神看了一眼石壁 上面密密麻麻刻满着印记 每一道印记 代表一个年轮 柳无邪身体一晃 三万年时间 竟然这么久了 其间范海没来找你吗 柳无邪好奇地问道 蝎王谷距离天神殿极其遥远 神君竟飞行一个时辰 少说上万里 柳无邪可以推测出 这些亡谷必然在人机罕见之地 每一百年来一次 今年又是正好一百年 估计也就这几日 后土乌神脸上流露出一丝落寞之色 范海每次来 都会将他折磨得半死 需要几十年才能恢复 想到范海那惨无人道的折磨 后土乌神眼眸中流露出一丝心迹之色 我救你出去 可有什么好处 柳无邪对乌族 谈不上恶 也谈不上善 范海也好 乌神也罢 他现在考虑的 是将自己利益最大化 我知道蝎王谷里面孕育着一枚神秘果子 只有我知道地方 你就我出去 我就带你去 后土乌神在此地关押几万年了 期间不知道多少猛兽闯入此地 全部被他杀死 从那些猛兽记忆中 基本了解了整个蝎王谷的状况 你要以灵魂启示 柳无邪对后土乌神还不是很放心 让他用灵魂启示 无论任何种族 一旦灵魂启示 就要遵守天道规则 如有违背 将遭受天谴 我以灵魂启示 只要你救我出去 不仅送你一场机缘 更不会出手对付你 为了能活着出去 后土乌神只能乖乖地以灵魂启示 一道无形的枷锁 降临在后土乌神身上 确保安全后 柳无邪这才收起裁决剑 小心翼翼走向后土乌神 当看到锁链的那一刻 眉头紧皱 我该如何解开锁链 柳无邪竟然找不到锁链解开的地方 完全跟后土乌神融为一体 你用剑劈砍试试吧 这条锁链乃太上神铁铸造 上面烙印了泛海印记 你必须要在一个时辰之内劈开 不然泛海一道 我们都得死 后土乌神也不确定 柳无邪能不能劈开这条锁链 竟然是 听天命吧 这是他唯一一次机会 下次再有人闯进来 不知道是何年何月了 柳无邪举起裁决剑 狠狠地斩向锁链 枪 一阵火光四箭 锁链完好无损 反倒是柳无邪 被强横的反正之力 直接先飞出去 看着手中的裁决剑 还有发麻的手臂 柳无邪一脸不敢置信之色 好坚硬的泰上神铁 柳无邪是暗暗吃惊 强横的撞击力 震得后土乌神喷出一口老血 虽然他修为高深 但锁链锁住他七寸的位置 撞击的时候 必然波及自身 再来 后土乌神让柳无邪 抓紧时间 一处隐匿小时空 一名黑袍老者猛地睁开双眸 竟然有人闯入蝎王谷 黑袍老者身体一个泵射 离开了小时空 朝蝎王谷方向快速掠来 柳无邪举起裁决剑 继续劈砍 一剑接着一剑 后土乌神脖子处早已血肉模糊 太上神铁锻造的锁链 依旧完好无损 别砍了 见柳无邪再次举剑 后土乌神摇了摇头 让柳无邪罢手 劈砍了小半个时辰 柳无邪早已筋疲力尽 每一次劈砍 消耗他大量的欲神器 你走吧 范海很快就会抵达此处 后土乌神让柳无邪赶紧走 留在蝎王谷 只有死路一条 我也想走 可是我根本出不去 柳无邪苦笑一声 他现在就算想走 都是很难了 山洞外面聚集的那些蝎王兽 以及黑暗鬼师 可以轻松将他撕成碎片 留在这里也是死路一条 范海一道 肯定将他一掌拍死 横竖都是一死 索性坐在地面上 闭目打坐 只有恢复到全胜状态 才有活下来的希望 洞穴内陷入死一般寂静 难道真要走那一步吗 后土乌神无力地叹息一声 脸上竟是落寞之色 之前范海不杀他 因为从未有人踏足蝎王谷 如今有人闯入此地 范海必定想办法将他转移 关押到更隐喻之地 甚至会直接杀了他 前辈在说什么 柳无邪睁开双眼 目光看向后土乌神 疑惑地问道 好久没有吸收乌气了 我闻到了你体内 蕴藏着极强的巫族之气 能让我一次吸个够吗 可能是知道自己命不久已 后土乌神希望在临死之前 感受一下巫族的存在 柳无邪没有拒绝 打开乌界 调动大量的乌气 几乎填满了整个洞穴 后土乌神趴在地面上 贪婪地吸收着这些乌气 柳无邪体内的乌气 要比当年乌界诞生的乌气 还要纯净 对巫族帮助极大 不然贡公根地将 也不会心甘情愿跟随自己 三万年了 从未如此舒坦过 就算是死 也值了 洞穴内的乌气 背后土乌神吸收一空 慵懒地躺在地面上 一脸亦有未尽之色 距离一个时辰 越来越近了 柳无邪站起来 体内的御神气 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准备冲出去 小娃二 认识你很高兴 接下来不论发生任何事情 都不要害怕 时间不多了 接下来我所说的每句话 你都要仔细聆听 后土乌神眼神突然变得无比坚定 目光落在柳无邪脸上 前辈请说 柳无邪收敛新神 我们乌族有一门秘法 可以转世重生 不过过程极其凶险 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复活 这个你应该知道 关押这么多年 我已经受够了 所以我打算转世重生 你既然跟巫族有缘 一会我死后 将我灵魂带入你体内的巫界 让其复活 只要你能答应 我传授你一门厉害的防御法觉 再告诉你神秘果实的下落 后土乌神决定放弃一身修为 转世重生 这对他来说 是极其痛苦的一件事情 一旦失败 意味着勇士不得超生了 就算复活过来 能否恢复到全盛时期 又是一个问题 前辈你想好了吗 就算范海知道有人来救你 未必会出手杀你 最多将你转移到另外一处 柳无邪很佩服后土乌神的勇气 还是出言问道 想好了 与其这样憋屈地活着 还不如痛快地死去 没有见到柳无邪之前 后土乌神从未有过这的想法 得知柳无邪体内孕育着乌戒 又有大量的乌族之气 这才下定决定 没有什么地方 比乌戒更适合转世重生了 见后土乌神心意已决 柳无邪也不好再说什么 只见后土乌神的身体 一点点变化 身体开始干瘪 体内的精华 正在逐渐溃散 整个过程 极其的痛苦 后 后土乌神发出一声力喝 尖锐的笑声将外面那些蝎王兽 还有黑暗鬼师全部下退 前后也就树袭左右 一枚拳头大小的灵魂 落在柳无邪面前 这是后土乌神残存的魂念 收 柳无邪将后土乌神的魂念 收入乌界 利用乌气包裹起来 后土乌神死后 他的记忆全部消失 需要重新复活 才能一点点苏醒前世的记忆 海骨一点点溃散 化为无数星光 洒满整个洞穴 其中一道星光 钻入柳无邪的魂海 瞬间炸开 大量的记忆 犹如潮水般涌来 后土乌神说到做到 临死之前 将一门防御法掘 以及蝎王谷那枚神秘果实的下落 如是告诉了柳无邪 走 看着空空荡荡的 太上神铁铸造的锁链 无奈叹息一生 如此宝物却无法收取 距离后土乌神所说的一个时辰 已经所剩无几 几个纵射 来到了洞口处 那些蝎王兽 还有黑暗鬼师 退到了摆布之外 趁此机会 柳无邪纵身一跃 朝远处掠去 施展身法 一路飞奔 很快摆脱蝎王兽 跟黑暗鬼师的追杀 就在柳无邪离开不久 一道黑影从天而降 黑袍老者一头扎入山洞里面 很快来到洞穴处 看着漫天的星光 黑袍老者脸色阴沉的可怕 竟然选择自尽了 那些星光正是后土乌神死后演化而成 伸手一抓 一道若有若无的气息 落在黑袍老者的身体上 陌生人的气息 竟然有人闯入此地 黑袍老者说完 身体宛如一道流星 消失在原地 回到了外面 寄出神室 朝四周看去 寻找那陌生人的下落 柳无邪早就逃到千米之外 依旧在黑袍老者神室感知之下 神室一寸寸寻找 大量的蝎王兽 还有各种猛兽 出现在黑袍老者视野之中 一处沼泽 里面趴着一个人影 浑身涂满着猛兽的血液 将自己半截身子 全部埋在沼泽里面 只保留脑袋在外面 任由那些毒虫 从自己身体上面爬过去 柳无邪清晰地感受到 一股强大的神室 从他头顶上横扫过去 神室抵达下来的时候 柳无邪心脏停止跳动 离开洞穴的时候 他就猜到 范海抵达蝎王谷 肯定会发现这一切 必然想办法将他诛杀 面对神军境 毫无胜算 唯一的办法 避开范海的感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